第一句话很重要就是 如果你这样的猫狗是一个良好的LBM的老年猫狗 Limbody mass 受体组织非常的良好 并没有变得瘦了 维持在年轻状态 非常好的到了 即便现在13岁14岁15岁 它都非常好的话 你不需要因为它们的年纪去改变饮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 你的猫狗从3岁好了 假如你3岁养得好好的 4岁也很好 5岁也很好 到了13岁跟体重都维持一样 身体的身材都一模一样 15岁也一模一样 你什么都不用改 不要因为它老了 或是你朋友说 你的狗老你还给它吃成年的 不用管它 因为它就是需要吃原本的